台灣最重要的一個文學城市 台北的文學其實就像一座生機無限的森林 如果你來台北只是一個點 一個很短的時間 你可能看到台北只是一個切面而已 那當你開始在台北工作跟生活之後 你會發現台北其實是一個非常多元豐富 甚至是複雜的一個有機體 那這個有機體裡面呢 各式各樣的人的情感 跟人生的意義跟目的等等 的期待跟失落交織在一起 而這個也是讓台北的文學風景 這麼迷人的一個原因 台北對我來講就是一個寫作孫心 你在半夜裡面熬夜寫稿 然後給報售 第一天他就發表 或者就是寫詩得獎 都是在台北心裡面的 它有點類似於藝術 尤其看一幅畫 還有一場電影 因為從那裡面 我們也得到一些啟發 對我們自己的生命有所提升 這是我們就選操作 文學是一個非常豐盛跟慷慨的證明 它其實有那麼難以言喻 那麼充滿 你可以從本來的單一的例子看 你變成一個 6次方 12次方 N次方的一個反覆的一個存在的全景感受 那這個是我覺得是文學的一個證明 台北市的文學獎 它堅峻的地方跟國際的這兩個特色 台北文學獎 對台灣社會要說一個話的話 我反而會覺得說 大家應該把注意力看一下 大家願意靜下來 看這一個一個的池塘 每一個池塘都是一個星球 都是一個神秘的小宇宙 你會覺得這些年輕人非常棒 所以這個文學獎 它所倡導的 它所徵求的 是文學作品 難至於讀獎作品 很容易就會引起其他 初學寫作者 或者未來想要參加的人的教法 學習 它是一種領導性的 我們老師的這個萌芽 就我的理解 無非就是希望台北文學獎 它是可以促進台北跟文學的關係 可以深深不息 能夠有一個越來越好的生態關係 可以找到各式各樣的有機的官員 跟共同合作可能性 剛開始作為這個獎盃的一個概念 是從一個種子 一個萌芽這個概念去構思 所以我覺得它給一個文學獎 大部分是鼓勵的性質 概念應該是年輕的 或是從事一個文學的這種 創作的一個人 就像一個什麼樹這樣子 種子 種子一樣 猛牙 慢慢茁壯 也要長大這樣子 越來越好這樣 你們所從事的這個行業 它其實就是像在 無銀的銀河的超越 人類文明的飛行器 在寒接 在修補 在用極限的想像力 在找出它飛行的新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其實非常鼓勵 華冷世界的朋友 可以充分掌握跟珍惜台北 作為一個華冷城市 非常能夠自由表達 又思想自由的一個地方 把我們當作是一個 你個人做自我表達 你想要跟世界說話的一個窗口 這個是我們台北市文學獎 要繼續把握跟保持的精神